工作了一天终于回到家里了 然后回家之后做什么事情呢 因为下午在山上吃了一锅非常美味的牛奶火锅 对不对 所以现在元气非常饱满 也不用吃晚餐 刚刚回家我就回到画室 准备要画画了 那在画画之前呢 给大家做一小段直播 原因呢是因为今天刚好有化妆 现在要卸妆 觉得呢这个美美的妆呢 卸掉很可惜 那在卸妆之前呢 给大家做一段 我的画画工作室的一个直播 然后呢 我就去卸妆 然后呢就准备先到楼下运动 跑步一个小时 然后再回来画画 然后不管我画到几点呢 就睡前的一个小时一定要做瑜伽 这个大概就是我每天的日常 那因为呢 我五月份会到罗浮宫去展出我的画作 所以我想让大家呢 先赌为快 可以先看到我在到罗浮宫要展哪几个画作 那因为现在呢 到国外去展览呢 我都是以这种心灵导师 五行画家 五行艺术家的一个身份去的 所以我带的作品呢 当然有些有跟宗教有关系 有些会跟五行的能量 有很大的关系 那在今天的直播呢 我也会毫不吝啬的分享我一直以来在创作的能量化 那什么是能量化 它是一种压克力的流动化 在台湾比较少看到这样的老师 所以呢 从头到尾我都是自己摸索 都是靠自己摸索 就像我的第一幅画佛像的油画呢 也是我三晶半夜摸索出来的 我都是自己先有了一些作品 那我觉得感觉是 我在这方面是有那个决心跟兴趣要走下去 我才会去找老师 所以YouTube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我在YouTube真的学到太多的东西了 包括最早画佛像 包括比例 都是在YouTube 我的第一张素描 也都是在YouTube学习到的 所以呢 也分享给大家这么好的工具呢 大家不要浪费了 那像我的佛曲也都是在YouTube 让大家免费去听的 所以也很多不认识我的人 他也不知道谁是宇阳 宇阳老师是谁他也不知道 但是因为他听到我的佛曲 很感动很喜欢 然后后来呢 就去找我的FB 然后就变成我的粉丝 然后呢现在呢可以让大家呢简单看一下我的画室 后面那个柜子有一点凌乱 那个柜子呢 就是我要写书法 那书法的宣纸都很大一张 所以我定做了一个柜子 然后这个柜子呢就是每一个抽屉打开呢 都是一个放这个怎么说就是放书法的 每一层都是 我现在可以给大家看 如果你家里也想画画写书法 那我觉得我这个柜子做的还不错 只是当时设计师有把尺寸量错了 那因为他把尺寸量错了 所以其实造成我不少的困扰 可是呢我又不忍心说 呃就是送回去 因为这样的话这个设计师会赔钱 因为他不可能再改了 所以呃就算了吧 我就想哎可能我福报不够 想要定制一个柜子 结果没有百分之百让我满意 但是退而求其次 有这样的柜子也已经很不错了 那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柜子 好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柜子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呢 就是有很多我写藏文书法的纸 那其实每一层都是纸 来看看打开这是白色的宣纸 那打开哎这是蓝色的 也有咖啡色的 好这一层打开呢 哦有有这个是写好的 好写好的 然后呢这个打开呢 是也是有哈全部都 这每一层都是哈 然后到下面呢就有我的 中间还有一层呢 就是你看哈我放一些小画本啦 词啦一些工具的 然后这里呢就有很多我的画笔 这个很深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里面 这是压克力画压克力的 写藏文书法的 各式各样的笔 然后呢这里面呢就有很多的 比方说 诶这里 这个有一个柜子弄到 来 这样简单看一下好了 有没有看到 一罐一罐的压克力的颜料 好 来看到没有 我从日本买回来的 这个都花我很多的钱 都是我长期在研究 流动化能量化要怎么做 你看 这都我在日本的美术馆买回来的 这都是我的心血 好 这一个都是 那这个就是比较台湾可以买得到的压克力颜料 台湾买得到的压克力颜料 那这是画的比较贵的压克力颜料 好 那不是在 呃在那个 说 诶这样的一个柜子 其实还蛮好用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呃光买颜料 我不知道已经花多少钱了 因为大家知道我都是无师自通 所以在还没有遇见名师以前呢 我都是一直乱花钱 就是一直在投资 然后一直在试 各式各样的颜料哪个适合我 那比方说现在呢 呃 就是我用的这种牌子的油画的颜料 这里有 好 那现在呢 给大家看我最近的一些画作 我昨天呢 完成了一幅画 好 昨天呢 完成了 来 大家看到 还没有修好图 这个是三个小喇嘛 有没有很可爱呢 然后呢 旁边有个墙上有个石像字在 那是葬传福 佛教里面的一个非常吉祥的图案 那后面这一幅是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很大有没有 它是呃 一百号的 那这一幅画呢 就是要 呃 八月大藏经要在花博展出的其中一幅画 呃 佛陀的故事我画了一个系列 好 那张兰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 下面大家看到这就是我很喜欢的花园 好 这不是我的花园 这是别人的花园 但是因为很喜欢 就把它画下来 然后这一尊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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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尊呢 我就非常的喜欢 呃 观音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背景五行 有没有看到 那个云都是五行 看到我所有的画的 呃 云雾的系列 几乎都是五行 我再给大家看几幅 呃 都是有五行的 呃 啊 比方说这一 牡丹花 好 来 这个背后也是五行 有没有 花开富贵 那我还把这个牡丹花呢 做成杯子跟做成碗 然后就是金色的 所以就叫金富贵 那你会看到后面的背景啊 我蓝色啊 紫色啊 粉红色啊 红色啊 绿色啊 蓝绿 呃 在一起的颜色 这个呢 就是五行 所以这一幅画 我会带到法国罗浮宫去展出 呃 这个做很多文创作品 都是很不错的 那这一尊呢 是我画的法王的像 那这一个画法是非常的特别 哦 这个是呃 很特别的一种油画 呃 它叫绢布油画 它是画在那种日本的绢布上面 所以呢 绢布的毛细孔 比一般的油画毛细孔细很多 所以画出来的人物呢 就很写实 那我有发愿想说画一系列的法王 就是只要有来帮我们 主法大藏经 那我就发愿能够陆陆续续 把它画下来 这衣服也是我会拿到 呃 来看得出来它是谁吗 看得出来它是谁吗 哈哈哈哈 你看它的背后是不是又是五行啊 这个是呃 贝马姑娘的字画像 那贝马就是我的藏文名字就是贝马 贝马就是莲花的意思哦 所以我这一次也会带 呃 一个莲花的 一服莲花的呃 那个油画到法国去展 那我在在我的背后有看到吗 那是我的字画像 我这个人是不是 呃 我有一点自恋吧 我觉得 呃 多多少少啦 如果人不爱自己的话 也没有能力爱别人 所以我们先学会爱自己 呃 好 谢谢大家 大家认出来 这一幅风景呢 也是五行 有没有感觉它很很有能量哦 呃 因为呢 这个是我用笔刀 哦 呃 画刀画的哦 所以呢 那个流水啊 那个 呃 那个 感觉 暗 暗潮汹涌的感觉 非常的 呃 我自己很喜欢画这种五行的画 而且 画这个画的时候呢 就是我自己非常的抒压 那你会发现我的画呢 都是有那种五行的风水 有那个蕴含能量在里面 那尤其呢 我做很多能量画 那也给大家 呃 因为我能量画没有 没有很多在家里 有很多都在办公室 呃 随便拿 呃 就桌上的给大家看好了 做的能量画 这个就是压克力 呃 花很长的时间 研究出来的 压克力 呃 就是很长的时间呃 做出来的压克力的呃 这种画 那大部分都是油画 那这就是我的画笔 我的画笔 还有我的颜料 然后我的围裙 哦 都是我的油啦 颜料都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柜子里面 然后这个画室呢 就是我每天最抒压 然后你看到这个五行的 呃 你看到这一个呃 瀑布哈 你看它的云也是五行 有没有 所以我说我是五行 画家一点都不为过 对不对 因为我画的东西的云呢 都很特别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天上有一只皮修云 哈哈哈哈 创作呢 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呃 就是我躲在我自己的这个小天地里 然后全部都是我的画作 呃 各式各样的 然后我也写藏文书法 呃 最近没有写藏文书法 其实这个桌子是写书法的 你可以看呢 里面有铺的那个绿色的军毯 有没有看到 铺这个绿色的军毯 有没有看到 绿色的军毯 所以这个就是写书法 特别呃 需要用到的 那我铺这个 就是因为我这个做能量化 桌子呢 会弄得很脏 有没有 但是呢 做出来的能量化呢 就很美 这个呢 我准备呢 拿它来做瑜伽衣服 或者做一些小提袋啊 呃 环保袋啊 是不是也 就是感觉很有能量 然后很年轻 然后我觉得 呃 这里面我都有加甘露丸 用甘露水 去把这个画作做出来 然后我研究 嗯 很多年 然后我最近 呃 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成就 就是我有把 那个比例水啦 还有里面用的画的颜料 还有其他的调和剂的比例呢 呃 我有稍微抓到 所以我最近呢 特别开心 我今天 呃 也是很早就开始工作了 一整天 但是呢 呃 到现在我都觉得呃 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待会儿要去跑步 呃 我到楼下健身房去跑一个小时 啊 一个小时完了之后呢 呃 再回来画画 因为我还有另外一副 这种小喇嘛系列要 要画 因为呢 八月我在花博大藏经会展出 呃 昨天 前天听到有很多人 呃 就是 国外来的朋友当然很多 他们为了来参加大藏经 还到就是台湾来 也没有去旅游 但是还是要花钱租房子 呃 租旅馆 然后就是为了也要来参加大藏经 然后今天我的助理说 他的亲戚住在南部的 住在台南的 也都会专程 到台北来 还是会住旅馆 住一两天 然后就为了这整个大藏经 我听了真的是蛮开心 也是因为每年这个大藏经呢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使命感 让我觉得我应该要画画 所以我今年呢 大藏经我会展出一系列的 佛陀的故事 然后也有很多藏传佛教的一些 呃 画 就是跟藏传佛教有关系的 比方说这个小喇嘛 虽然还没有完全画好 但是呢 就是感觉很可爱 很调皮 然后看完觉得非常的 呃怎么讲 很有 很开心这样 然后后面那个比较大的 那个佛陀 那个很大的那个 你这样看比较小 其实它有162公分 如果蹲下来 你就会看到它很大 162公分 那这个呢 都是我即将 这一幅 这一幅观音呢 我会带去法国罗浮宫 还有我背后的五行牡丹也会带去罗浮宫 还有我的自画像 碑马 碑马姑娘的自画像呢 也会带去法国罗浮宫 此外呢 我还带了白杜姆 因为已经打包好了 就不打开了 下次有机会再给大家看 也许你们也看过 因为在国父纪念馆有展过 国父纪念馆有展过那一个 白杜姆 还有七朵莲花开 那这两幅画呢 已经打包起来了 就准备要寄出去了 所以五月底 我会在法国罗浮宫展出我的画作 所以我的生活是不是过得非常的充实 讲辛苦一点就是真的很忙碌 我的每一个时间都安排得好好的 好像剩下发呆的时间也不多 只有冥想乖想打坐的时间 好 那我就来看看大家提出些什么问题 然后简单回答一下 哈喽 我来看看有谁 小喇嘛很美吗 谢谢 小喇嘛那个画像呢 是印度有一个这个色拉节的学校的小喇嘛 那他们的里面有一些上师跟我认识 所以他偶尔就会传一些小喇嘛的照片给我 我觉得很可爱呢 就把它画下来 哈喽大家好 大张经一年才一次 对 但是每个月在阳明山莲花宇都有烟共法会 每个月都有 好 什么是能量化 就是压克力的一种流动化 但是我加了甘露丸在里面 所以我称它为一种能量化 好 那我呢 基本上我就是以五行 以五行为主 所以我的画呢 都跟五行有很大的关系 瀑布很美吗 对 我想到瀑布就想到 就财宝天皇新奏可以赚钱 然后我在我的客厅呢 有一个简单布置佛堂 那我在这里呢 也有一个小小的佛堂 很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财源天母 就是主管所有女性的财富的 世间财的 所以我每天都会在这里共襄点灯 然后呢 还有黄财神 这里有黄财神 然后大家有看到我准备了很多的蜡烛 所以呢 我每天呢 会在这里点蜡烛 OK 好 那外面呢 就有我的很多的画布厨厂 来看到没有 我的画布 有很多的画布 像不像工厂呢 来 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画布 像不像工厂 还有我在日本展出的画 也一直没有把它展开来 这是我在日本展出的画 莲花看到没有 有在日本入选的 这个我现在这里呢 已经变成仓库了 而且呢 已经快要没有我走路的地方了 但是虽然如此 我也非常的开心 可以在短短的一两年以内呢 可以累积这么多的作品 现在呢 大陆有一家很大的艺朗 他说 想要带领 带领我的画 我还在思考 我还在 还在研究 因为我未来这些画呢 全部都要来做文创 然后 希望可以做公益 希望对我的慈善基金会 还有对我的佛学会 有帮助 所以 这些画我觉得都是 诸佛菩萨给我的灵感 给我的智慧 所以我也想把它用在 利益众生的这一条道路上 那如果线上有些朋友 在人生也许遇到比较低潮 或者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 可以参考一下我 自己给自己的一些目标 我觉得很励志 然后人生没有实权实美 也没有都完全顺遂的 就像我刚开始在学画的时候 我没有老师 我也没有时间去上一些补习班 或者一些课程 因为我没有办法 就是每天固定什么时间 去学画 所以我只好自己摸索 那摸索的过程 当然花很多的冤枉钱 也走很多的冤枉路 但是我觉得 每一笔钱都不冤枉 每一条路也不冤枉 因为如果没有走过那些路 就没有今天的我 如果没有用错一些方法 就不知道今天的方法是正确的 所以即便你上过当 吃过亏 都把它当成是一个人生试金石 抱着一种正面的想法 你自己就会开心 也许你曾经失去些什么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失去 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获得 这么想 你就会开心 当你真正开心了 不是假装开心哦 是真正的想开了 想通了 然后开心了 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 大大的不同 完全的不同 尤其如果你经常心情不好的人 我真的建议你 一定要运动 只要你走出户外 哪怕你去穿一双布鞋 走在百货公司 都很好 那当然如果有公园 你可以去公园 每天可以去公园走一走 一定要跟大自然的这个空气呢 对流交换 然后一定要走动 让自己流一点汗 那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排毒 每天有排毒 会让你身体更健康 让你的心里更开心 好吗 大家一起共同勉励 迎向更美好的人生 然后礼拜四晚上 会跟大家直播生效的运势 请大家告诉大家 一定要锁定哦 OK 谢谢大家 拜拜咯 咯